林燕就抢王一博刘浩然资源 这里面信息量很大 据知情人士透露 夜生厨房在最开始邀请嘉宾 时是要在王一博和刘浩然之中 选一个作为常驻嘉宾 而王一博又在天天像上里是最小的弟弟 因此大哥王海也一直很照顾他这个小弟 给了他很多资源和机会 这次也力捧王一博参加节目击调了刘浩然 但从后面的夜生厨房观宣中 却并没有看到王一博 甚至于早前盛传的刘浩然也并不在其中 而是大场男孩林燕俊作为小弟 陪伴在大哥王海和李丹身边 网友纷飞猜测其到底是因为流量 还是带资金组 或者是有人在背后力捧 此中人因无从得知 在三个固定MC中 王海作为湖南威视单家主持人被观众熟知 李戴英活跃在热度极高的吐槽大会上被大家认识 而林燕俊却出道没多久 进入大众饰演的时间也不长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小鲜肉 林燕俊出生于中国台湾 凭借志郎勇言和新兰气质 收获了很多粉丝 今年上半年从偶像练习生 这一选秀节目中成功出道 成为中国内地男子组合9%的议员 林燕俊作为一名新生的偶像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流量 野生厨房是他出道后首次参加的综艺节目 其粉丝都在疯狂的为他的A心综艺打扑说 林燕俊会是这个村里最亮的仔 林燕俊上美食 节目给我多吃点 网友们都对刚出道不久的林燕俊 能拿到满分资源上野生厨房感到吃惊 纷纷留言说 他早前在偶像练习生 出道就是突然杀出的黑马 从比较靠后的位置 一下次冲到第五名 而且还被爆过抄袭事件 还各种说背后没人 没资源 现在过来洗白 求放过说不是抢了人家资源 是凭学力拿到的 谁信呢